關鍵道教育議題 台式大教育政策小組表示 目前有12%的台灣學生 沒有具備基本學歷 相當於有20萬國中小學生 正在等待失敗 導致學生是看不到未來 而台式大教育政策小組表示 目前教育有3個急需解決的問題 包括學生看不到未來 教師失去熱情跟政策缺乏共識 並建議將弱勢教育 視為國安議題要集中資源 在弱勢學生身上 讓經費發揮最大的影響力